最近消息来关心 112年全中运圣火 在今天抵达台南的安平古堡 现场不仅有花龙表演热情迎接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到现场 带领选手们接下圣火 这样的情况来建议给记者陈佩君 好的 直播各位观众 从外面中可以看到 花龙表演热情开场 同学们展现精湛舞姿热情迎接 随后由台南市长黄伟哲接下圣火 将运动家精神传递给台南市圣火队 请带你听一段稍早访问 112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圣火 在14号抵达台南市安平古堡 由台南市长黄伟哲 带领京城国中田径队 所组成的圣火队到场迎接 不仅勉励参赛小将坚持不懈 也期盼将平日训练成果 展现出来为台南市争取荣耀 而全终欲过后 即将到来的全国运动会 也将由台南市办理 预计将会有超过1万名 优秀选手前来比赛 台南市政府也承诺 将会规划一场充满人文风情 且有特色的运动会 以上顺利掌握的最新状况 将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直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